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门课大概会最后以远距为主了 大概只有期中期末考为了公平己见 还是会来考试 小考的话应该也会比较线上的考试 这门课我说来讲在第二个重点的话就是 基本上因为是研究所的课程 所以我并不会把这门课定义成是很 就是让它很难过啦 讲白话其实是 我跟长通我学生讲 基本上念到研究所了 你将来考试的时候 没有半个考试我也会问你演算法好几分 所以这件事当然不是重点 所以当然重点是你们每个lab 都有自己做不完的工作 或学不完的东西 会以你们lab的为主 所以其实这个演算法要过的话 蛮简单的 因为几乎我们的小考生作业 一定是先解体的 那如果你还不满意 那在过去几年的考古题 大概都是长那个样子 你不会去刁难大家出一个 你都没有看过的题目跟算法来搞你 基本上不会的 所以你就只要把课程上 教过的东西 看懂大概就 因此可以看 所以大概 重点已经讲完了 所以各位可以回家了 所以 所以 大概 大概这两个重点 教科书 其实 你们演算法后半部 大部分的学校是不会交完了 就是大部分我想应该都用后面的本 然后面有一些 MP complete 的部分大概是 算是我们这门课会cover 比较多的内容 就是那些MP complete 问题怎么解它 让前半段我们还是会review一些 大学部的课 当然解它是MP complete 其实有其他几本书 当然 不多 但总之我 那个你们都不用 不用借了 反正就 我投影片 应该就够了 好 那 这门课大概已经 上好多年了 所以大概一年的那个 影片都放在 YouTube了 所以各位 也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 如果你不想来上的话 基本上 去看YouTube也是差不多的 然后 好 所以大概 几个点 然后 好吧 那我们还是稍微 正规的在 介绍一下 你这门课在干嘛 那当然 各位都选择念了 Fuel Science 所以其实 其实 对于演算法这个字 应该是完全不陌生 但我必须说 在现今这个年代 演算法这个字 我觉得已经被很多非职工的人 也都拿去用了 那 那 那导致 他 对他的定义其实 现在已经是各自讲述了 但 比如说像 Machine Learning 现在 这 这十年来 红了 已经十年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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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只是改改 Nero Network Tector也说是个新Arts 那是什么鬼啊 可是如果在 站在传统做算法的 老师的眼中的话 也觉得 莫名其妙的 但 我 我必须说 其实Arts 这个字 的发明最早 你可以追溯到 电脑刚起源的那个年代 就有了 但是他们是有一些 不太一样延期的定义 那最重要的就是 各位都已经大概听过了 这个演算法 那 某一个特定的问题 一定要能够很 formal的去证明 它的 时间成本 空间成本 所以 就是你们很熟悉的 那个 Nine Conference 但是 以后 非常好 那 这是传统的 那你会发现现今 这个年代 我认为大概有八成以上的人 说它发明一个新年算法 我认为很接近九成 基本上你会有任何证明 只会看到说 嗯 我弄了一个新的 算法 嗯 这是我批哈的扣 然后 这是可能是我 就是 跑某些叠加塞的结果 然后 宣称它很好 所以这是目前 我想九成的人 对于算法 这个东西 是定义的一个 一个落差 那 传统的 这个定义 当然 比较麻烦 因为你必须要有 数学证明 不是时间证明 是靠数学去证明 所以说不管在哪一种 对它剩下 我这个算法 比如说比较快 比较省空间 或是比较准 就是 即便连 连这一支 预测这种东西 其实都可以 有数学的证明 所以这个大概我想是 先沟通一下 跟 跟 跟许多人 其实也蛮多lab 大概 每个lab 大概 过多过来都说 我实验室有发明什么 新的方法 或演算法 只是说在定义上 跟这门课还是有一点 小小的落差 好 所以 大概 沟通一下 然后 起个头脑 那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属于 走向应用的预约 雖然 早先也有出生 做算法 但是 后来我自己也 跟多数的老师一样 越走 越偏了 那 各位等不了解 我中正的历史 那 中正之后 大概在我刚来的 年代的时候 做演算法的老师 应该是全国最多的 这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四五岁 有 然后 几乎 这几年全部都废光了 所以 不知道各位认识像 最近的应该是去年 今年的吴森老师 年初的时候 然后去年是吴邦毅老师 明年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李清琳的学生 有吗 没有 李清琳学生是说 年底要退休 然后 还有谁啊 反正 肌肉的模糊了 可是 就还有一两个 就是世间 这样子 就 做诚信上法 越来越少 那当在整个国内 也是大概 他还记得是这样子 所以当 我 我 我来东正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 我自己的 喜欢的那个应用领域 骗过去后 我记得有一天 那个吴邦毅老师 如果各位 各位 有在玩点数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一个东正的老师 特别的 特别的喜欢 在上面讲一些话 他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你这个 要听这个探紧 开了我们这个 算法的世界 包括他们的 conference 他们的国内的会议会 也先想参加 然后再找些年纪 那后来 我就觉得 就觉得自己 我的论文期刊 什么的 发表的 有点跟传统的领域 有一些 有一些 不太一样 那 我被承认 这个有很多事情 只有缘分 但转过去之后 这是哪里 也让我学到很多 新的知识 比如说 早些年算法的时候 你重视的是 那个 就是 那个 这是 那个 你出生工艺 这是你那个 software的那些 噁心的那些 这些 也得算法 但在实用品来上 我想 这边在一个九层上 应该都是做 其实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把 你的program 拿到一个真实的 世界去 被很多人使用的时候 尤其是处理在这种 巨量资料的时候 你马上 面临到的东西 不是这种算法 那么简单 这当然包括 你coding的能力 对于所有的 作业系统跟 硬体的知识 有到什么样的 认识的程度 那这个 不是说 你一个compressory 从N平方降到N 你的program 就有点好的比 另外一个N平方 哪一个快 不一定 然后看两边的人 怎么去做 这个细节 很多细节 比如说像 这一台的 大概都是 这几年 我大概 慢慢意识到 好吧 一个program 要讨得快 算法 Derashock 跟原算法 当然是重要的 是我们也没有 没有否认它的 重要性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是加起来的 如果你要好的算法 好的知道结构 好的 increputation 好好的 你利用所有的 硬体的 provide的资源 那你的program 自然会比 其他人快的 100倍 或1000倍 那就瞬间会看出 那个差距 所以硬体的 像刚刚我讲的 上面那些 跟算法无关的东西 可以让你一个program的速度 差到上千倍以上 各位上千倍以上 已经超有感了 虽然说complexity 还是康生 就是我们 以复杂度的观点来看 我们说 order 1 就是差1 跟差1000倍 是一样的 但在生死的世界 你一秒跟1000秒 一个钟头跟一个 千个钟头 就还是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其实是 真实世界 其实连constant 都非常斤斤之交 顺大家应该都有complexity的概念 这边有没有 你没有上过大学路演算法 不知道什么是timecomplexity 应该没有办法 是吧 应该都知道的 我讲这个 这个我就不review了 好 所以比如说像 像 现在 我觉得在现今这个年代 你写程式没有冒险 所以挺实在的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要处理巨量不掉 所以我是说 我们 我们如果处理的data 是很大的时候 现在几乎没有一台电脑 连手机都是多核心的 为什么 你不去好好的善用这个 底层的资源 然后coding又超简单的 所以我只是说 如果最拖揽 最拖揽最拖揽 你一定就是用opennp的programma 去让你一些task去平行化 所以这个是几乎已经变标配了 就是 已经对一些层次的人 里面有太多的负担了 因为造成年 我们要把层次平行化 要费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工 就是你还是要start一些东西 才可以把它造成 平行化的那个执行 但现在 因为卡牌的技术的眼镜 已经对于我们不是这四五年 这十年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这十年来写 皇帝水平的整次 都已经变成 我想应该是大一的成分了 就 你总是也不用做 要不坎派的 或你帮我们进化的下课 那不是太平 所以这块其实是 就是 也是要感谢做 第一期那一群人的努力 然后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陈彭生老师的学生 有陈老师的吗 陈彭生的 这么可能 我Q了 两个老师都没半个人 但你们是哪个老师呢 什么 柯田紫 阿丽 柯田紫 阿丽 你不是 你是 健来的 你 你 你们倒 整个都不是 都是 来 乎 这个 整个都不一样 我现在没有重变到 见鬼 阿丽 破电子的时候就重点了 所以你一般我想说坐在旁边都是同个代表 所以讲到点了好几个都不同 还真的没有 诶 这也是真的没有成功针啊 见鬼了 好吧 陈老师他专门在做编译器的 所以 他们那一块先少了你知道了 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图像 就是各位 各位我们现在写C++的扣 我会跑得如此之快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编译器在帮我们做很多工作 那第二个大概也蛮多 同学可能知道的 就是叫向量的加速 或者是新地区域 就是一样的就是用到你很底层的 CPU的instruction 去把一些正列的运算本来 还要去回圈的 现在都比较深了 因为 就是因为 因为 因为CPU为了 其实这个实际上更早 这个出乎你们意料之外 在20年前就有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发明电脑的时候 马上发现我们要处理大量的图形的预算 不管是影像也好 或者是故意的界面也好 所以 那时候CPU为了 加速这些图形运算 就已经搞出 很多 叫做向量的指令集 也就是说它可以一个指令 让你把这两个正列的 全部加起来 你不用写回圈 所以这个基本上 其实都在20年前就有了 那当然各位大部分在基本的Programming的课程 比较不会touch到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看到正列 你小脑反射一定是回圈嘛 但是 如果你在一些比较高等级的软体竞争的世界里面的话 你就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你会开始思考说 嗯 这边可不可以multi-sway或者是 这个Vector平行化 就是说 在实作过程里 其实 在跟演算法无关 还是实作过程 当你有这个sense的时候 你自然知道这边code 搞得比别人快一百倍 这个已经到很深层的那个 coding的阶段了 但我必须说他们都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 知道这些事的人 程式码自然就比别人快个千倍 不知道的就 就以为我演算法厉害就有表 没有 不是说这个真的是 这些年来很深的感受 就是 每个都很重要 所以最好每个都坚固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在你那个 领域里去称王 或者说可以走到比较前面 好吧 诶我问一下 这个有多少人写 刻过这种code CMD Program有刻过的 你会去个手我看一下 可是我昨天问那个 怎么好多人都说有 因为计组不是有教吗 计算机组只有教这个 有吧 对 就好多人都跟我说 我记得是好事啊 但是 这件事情我曾经花一段时间研究过 但后来我就 稍微把我时间凑出来了 那原因也是很简单 因为有一天我就去跟陈锋 上次讨论这件事情 诶 这个东西看起来make sense 因为CPU现在有非常多的向量指令 应该好好的运用 但是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你知道你现在如果 compile一些COC++程式 他们自动会帮你做这件事吗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编译器自动看到一个简单的阵列尾圈 它会自动帮你转成CINDY的 instruction set 去compile 自动就已经帮你做好 向量平行化 这样你就要继续去减O3 什么事都帮你做好 应该 我应该要再精准的讲 有一些它好判断 有些难判断 我只是说如果是很简单 一个过尾圈的逻辑 两层过尾圈的逻辑 它都可以帮你搞定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连刚刚这个特殊的指令 都不用认识 编译器就帮你做好了 但是比较复杂的话 它确实还是没办法 所以这边有个灰色的阶段 所以这一块 我好有发现只要简单的 其实都不用关闹 但是复杂的话 你还是得提取编译器 编译器不敢动你的逻辑 它真正很明确的去帮你转换 但这个都会让你的程式码加快 多倍 所以真实世界是很复杂 有很多层的技术 Coding的技术融合在一起 那在顶尖的那些团队通都知道 好 开学第一天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各位大一大二的 是了解够 每年都很想问这个问题 这样子 好 这个回忆一下 我想大概各位大一的时候 都学过 一定都学过开阵列 开阵列 那 可能大一下 或大家上的时候 通常都会开始叫你Point 用 就是台湾应该当然交集 可以将你们用指标 弄出一个linked list 好 那 如果 我想要去 把这个 资料结构里面的每个成员 定出来 那 以考Presti来讲 不管你用正列 或是linked list 假设这两个 你他常选的size 都是n 那 它的roaring time 一定是open 没有差别 对不对 所以我们正列 跟linked list 要把里面的那个东西 分出来 让行为圈 这个 大一大后会 好啦 请问 有谁觉得正列跑得比较快 有个手 我看一下 一个 两个三 四个五个 这么少 还有你觉得 一些历史跑得比较快 你有反过 还有没有你觉得一样快 另外 另外 当然我这样讲 有点 他刚举手的 就会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正列比较快 因为经常在catch 只要说 它是 blocking block 所以 有array 有机会 达到比较 因为array是连续 所以 它blocker的位置 可以达到比较 对 很好 这叫pispatch 或者是 它叫做 可以进到它的 它有1-2-3-catch 所以其实电脑 access catch 跟access memory 都差不多 速度差 是欠缉 这样的 所以基本 两个capacity 都是open 射商 射商 这个一定快 100倍 就是会比较快 发现我没有真的去测 但是所有的data tocker 发现 各位 大概大乐 上过很多 资料结构的东西 不管什么树 还是什么clap 但其实 其实 有一个盲点是 我觉得就是说 从你们的角度去看 那些资料结构 你们觉得它 没有什么差 或者甚至有些资料结构 你还觉得很分析 它 tomplexing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后来有一个很深的教训 就是 应该说 我有点难忘 就是说 如果你在实作的阶段 你尽量去确保 你的data 是在连续的 基底空间存取的时候 那个演算法 基本上在慢一个order 就成 它们变得很平方便 甚至这个还很快 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开始的速度 跟memory差太多了 因为一旦有很分析的data 很多时候 都是point 在跳来跳去 全部都不连去 所以每一次都要禁忌 每次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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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只禁忌一次 后边一整排都在catch 所以就 自然上面快 以前被 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只是说 再举这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实作的功力 会影响到 实作的那些细节 会大幅地去跟传统的 演算法的认知 其实有些充足 所以 大概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刚有讲了 就是因为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运用 硬体的catch 那你基本上速度会慢得 非常非常多费 所以 刚刚讲完 是比较实作 或议题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还是 我可能 好像故意 send一个message 比如说 好像也算法不重要 当然不是的 我是说 其实我真的想要讲 是两个都很重要 就是 如果你可以兼顾的话 那你 一定可以 想要非常頂尖的 是 当然在传统的 software的世界里面 那我们比较 经常听到 或很安重的 当然还是 data structure 这边 是两个非常 巨大的 世界 其实也有一些重叠 因为 很多好的data structure 可以设计出 所以有一些 模糊的地带 我更多说是 世界 反正你跟张帽 扣下去 所以传统的世界 当然是 是放在这个软体 存软体那一块 底层的物体是脱节的 那当然会有 因为分析上的方便 你分析一个big old 你没办法去考虑cash 考虑 他刚刚讲的那些 instruction 那些那么细微的事情 你当然会变成 没办法分析 所以传统的世界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 不辣不辣 就 就退到整个 程师玛的上程 去看说 你刚刚应该根据那些逻辑 你的演算法的逻辑 是属于 比如说 O1 类集的 就是 像hash 就是 查一下 或者说 做mine search log n 类集的 或者是做sorting 很多sorting的演算法 总之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 complexity的分类 那有一些 都会可能 在大学部里听过 就是可能会到 统一球上 那这个大概是 各位比较熟悉的 演算法的世界 把所有的 方法 根据它的 complexity的定义 去把它分成 是某一个等级 所以简单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分类 它不是一个精准的 度量 是一个比较大的分类 像这一个分级制度那样 大约分成 所以在不同 categories之间 可能会有稍微 比较大的差别 但其实 这个还是很复杂 因为主要是 像n跟n-log 其实 差地道就没有那么大了 因为是 差油漏 所以其实要看 这个实物上 你说影响多大 还要看你data多大 那简单讲就是 如果你n很小 你今天处理的 gobre处理处理 处理处理处理量 大概是在几千n n就是 几千到万这种等级之下 其实这个演算法 跟比方 或是n 其实没有巨大的差别 所以平方看得出来 都是n要够大的时候 所以其实 这个compensity 它本来 自己已经有设置点式 可是 有时候大家准备 就是说 它其实是在度量 它的成长的趋势 也就是说 其实 比如说 oldern 它是比较平滑的成长 它像这个 n 上方这一条线 开始有点斜 就是 它成长速度比较快 所以其实 换言之就是说 其实我们学的 那些compensity 度量 它一定要再够大的 资料量下 才开始装差 所以真实世界里面 就 就要看每个level了 因为有些level 可能会处理 有些不一定会 所以其实我们把它套起了 你们进去的代表 有没有哪一件事 会处理到heta star 他是不是有您拨清呢 拨清呢 拨清呢 你们 要不问你干什么 你觉得 没有 我们有 家众的时候 要去抓 去抓 去抓 去 去 网络的风包 那 应该可以 理论上 所以 但是 后面 后面 machine learning 是machine learning 可是前端 那些风包 必须要特殊的前途 可是 直接都会进去 就是 提起学习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我们 要有什么 就是说 有 你只要在碰碰面 的 所以 如果在碰碰面 太快 你就比较 不要不需要 溝辱到这些 那些 就是你再煩惱的 就是 提起学习那边的事 但 如果是碰到前面 巨量之要 前端的 过多过少 应该要看 你能不能做出前途 你要从风包到 自己 然后 那个时候 才会受到 这件事情的影响 所以那一块我不熟 但是 我感觉 应该是 我在想 西上还有谁 因为它有哪些lab 可能会碰到 比较大 因为吴神已经退休了 吴神是绝对是的 他们都专门处理 web的 search engine的 相关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 处理质量都非常非常 巨大 所以他们对这些 他们在这个敏感度 是很高的 我在想说 西上还有谁 有薛又琳老师的吗 薛又琳老师的吗 薛又琳老师的 有没有 薛又琳老师的 没有人敢承认 不行 我决定再抓一下 你们两个女生 是什么的 应该是同间吧 那是同间买 那是同间买 那是 你是上去年修我的 那你刚刚怎么没去做 刚刚不是 对啊 所以 你们 好吧 好 所以两个人全部 那你呢 留为你们做影像 就得了 所以 你们出的Data 不会太大 应该是还好 像大概是 几千张 几万张 还带一个 我觉得还好 不算 这个 也是有语言 你也是有语言 有三个诺识 那在后面这一个 应该是哪里 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 你们 你们只有你们 再做一次 那你也是吗 那你们五个都是 好 那个 去一下右边 那你也是 然后会 然后会 那会 那会这样在做 包括 就会遇到哪 就是 有些考虑 然后有些词 是 对 对 就是 他在尿品 那也是什么 我就是 看尿品 然后确认他 他有尿品 哦 我知道 那个 那个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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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个尿品 呃 我还没有想 尿品 还没有想尿品 嗯 好 但是 他也比较偏 那么特别的 就 就是 那就还好 那这位 你是 古太老师 郭剑子 郭剑子老师的话 可 多一点 请郭剑子 跟那个 郭剑子 郭剑子老师 那你们 还 你们是做 很久 啊 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怎麼在那邊做什麼 想做什麼都做什麼 真假的 那我出去賣起來了可以嗎 因為你也聽不懂 你如果是沒有聽不懂 聽不懂一下做什麼 真假的 真的太誇張 超誇張 超誇張 真的啊 這麼不理事 你看 那你會不會有人找不到我一年之後還在找 蛤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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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OK 這個是可能郭老師的方式 他讓你們自己去隨便Google找你要做的事情 是吧 好吧 好吧 哈哈 OK 嗯 好 我覺得我越來越負擔了 很少人處理巨量的data 只剩下我們 對 好吧 好啦 所以anyway 那個 我們稍微 踏去一下 我們這麼快 可能會踏踏去的一個點點 就是 剛剛已經有點到說 其實 到傳統的compressive分類 會有一些 算法 或是說 一些方法 按 6 ponential 比如說像一個很經典的那個配式數 你看 fn 對 fn-1 加fn-2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去刻它的時候 它會 ponential 那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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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時候你們講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 大學部老師提到的時候 都會跟你說 那個只是因為 實作上的關係 因為如果你今天 不要用地毀 你去開一個正列圓堂 開一個標課 做好 就記錄起來 像展規Programine那樣 你就直接變成 一個破迴圈 你一定要看一個下課 所以那個時候通常 應該都會告訴你說 這個配式數其實還是一個 相對討解的問題 它不算是難解的 那 什麼叫做難解的 大概要學校 有些後面可能會教一點 一些 那會 那什麼叫真正難解的問題 就是 像 我就後面舉幾個有名的 就像 各位 如果 有聽過一個叫 尤拉路徑 跟 Hamponium Pass 的問題 兩個很像 都是一條話 尤拉是說經過所的 電影式回到遠點 而Hamponium Pass 是說經過所的電影式回到遠點 那這兩個問題 它們可有的解法 恰恰 有 油 會是 火力龍耳太可 去找出來的 然後像 Hamponium Cycle 就 就沒有 這解釋不久一點 你說變形當組 然後 問你有沒有 一筆畫 回到遠點的路徑 就是沒有Hamponium Pass 就 還是 Exponential Pass 就還是只能進入暴力進去 當然就是 這件事情其實早在30年前 電腦才剛發明的年代 就已經被 認知了 就是說 好像有些問題相對 有比較有效率的演算方 有些就有 那你看現在都已經2022年 過了這麼多年 這些問題還是 Exponential Time 電腦的硬體 有很大的進步 你說這樣結果演算法 當然有 或者是半個實際上 就是 有非常多的 不會非常多的 那個 前進 但是不管哪一些 那些 就是那些有前進的 那些演算法 的問題 大家不然當然是屬於 本來就有效率的 是更有效率 但是像那些沒效率的 還是沒效率 所以其實早些年 就已經開始有隱隱約的感覺出來 欸 世界好像 分了兩群 像這個 大概也是經典的 tsp 就是跟剛剛 Heponentcast 很像 這真圖變成有權重的圖 然後是完整的 然後希望你一樣 走一條 找出一條去過 說可以是回到原點的 那個叫做 就是 會回到原點的 然後它的權重 掉在小 所以這一次 Heponentcast的 加強有權重盤 就叫做 這個叫做 tsp 的Program 那其實 一樣的 他們都是 截至目前為止 都沒有 很有效率的 那個演算法 去找到最佳景 那不是無解 我們最後再來談 那像這個 著色問題 也是 著色問題 就是說 黑您 張圖 請問是否可以用 這個 精準來講 它是K著色的問題 像我這個意思是K原3 意思就是說 請問這張圖 可不可以用 把每個點邊上 三個顏色中的 一個 藍綠 然後使得 每兩個點之間 它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可以辦到 那這張圖 我們就稱它 可三重色 所以像左邊這張例子 你可以仔細檢查 這種 抹射法 可是 就是 現在這只是其中一種 抹射法 但是它因為確保 這兩點之間 相比我們之間的 它的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回答 藍綠 持不可三抹射 持不可三抹射 那當然 這些理論問題 都是幾十年前發明的 那當然 你 這個會在 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陌生的感覺 當然通常 如果你說 周近大一點的 會比較熟悉的問題 那所謂的抹射問題 其實就等於是 對 可能有些人 分享完的 那個 速度的問題 就是 九宮格 裡面 葉山哥加的都不能一樣 它跟弱也都不能夠 有 有同步的數字 那你把這個數字 像 像 左邊的K 變成 九 那右邊 是不是也會 一個九屠色的類似 也就是說 其實 這個數字問題 你要發現很多 一致遊戲 就是 其實都是NB 房地的問題 因為這樣 可以殺時間 其實我很少玩速度 其實不曉得 這邊有沒有玩速度的高手 其實我真的沒有認真研究速度 就是 有稍微比較有效率的計畫 這有人知道嗎 有人在這邊 現在還有人玩速度的嗎 沒有啦 他已經不喜歡這個遊戲 前陣子 他流行一個叫做 猜 猜 猜 字的那個遊戲 那個 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那個 我忘了那個叫什麼 窝斗 有人在玩 前陣子有一個窝斗 一定他半年前吧 也沒有 那你們現在都希望玩什麼小遊戲 結果 還是你們都瞧不起這些小東西 總之 這些小遊戲 蠻多都是 讓你殺時間的 因為他要 他就是要 幾乎是暴力充菌 所以這個著色問題其實是 就是他很一般也是屬於那種 我們講的那個比較 需要exponential time的那個 方法 所以 當然你在玩這45遊戲的時候 一定要殺掉你 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就要 接近去窮局所有的可能 好 所以 這個 先跳過好了 這個 這個之後我們會看到 這個恐怕會 貫穿我們這個 蠻多 比 蠻多案例都會用這個 好 抱歉我覺得 那好像被貫穿到 蠻多的 所以我根本還是講一下 反正你們會再聽它 比到下5次以上 那這個 簡稱 set 或sexrability problem 聽起來也是很抽象 因為它原始的問題 定義是這樣子的 可以 可以零堆固靈的變數 XYD 然後 裡面 通常 可以轉換成什麼 fold 外面是 end 你可以 加上 那個not 那 它要問的是什麼 給你 這一場 船的目的 inscription 就是 這一場 船的運算式 然後 請問 可不可以找出 一種 術語要 choose assignment 講白話就是 請問X 要射程 true or hold Y要射程 true or hold 然後 使得每個括號 全部都被滿 因為它是end 所以就等於 整個fooling project 其實是true 所以是某個存在 我們可以用我們大腦 稍微想一下 這配置有可能給我解釋 所謂的 原算法 我們先舉個UNA 把SYD 通通設定處 好了 這個就滿足了 這個掛號是true 這個也滿足 沒問題 特別也滿足 沒問題 這個也滿足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 但 如果你裝作弄成true 那你最後一個 就不能滿足 你最後一個 就變boss 一個人看出來 這邊有沒有緊 還是持體不緊 有的有看出有緊嗎 還是大家不想動呢 如果把f色成true 兩個色成true一個色成false 可以暴力堅強去看 兩個true一個false 如果d是false的話 感覺好像也不行 對 對不對 是嗎 十幾秒 無解 所以五解 就會說你找不到一個true assignment 可使錯了 關號全部都是true 你剛剛全部true不行啊 也不能全部false啊 那我認一個 我認一個true 另外一個false 感覺好像也不行 對不對 是吧 因為如果 x是true 另外兩個false 那我這個 瓜達就不能滿足 所以如果以這個case來看 它反而回答no 不存在任何一種choose assignment 就是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今天有幾個變數 現在只有三個變數 所以還好充足 二的三四方 總共是八種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變數有十個 你就要充足一的二四種可 所以當 這個變數的個數 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the running time 還是趨勁於二的二次方 所以這個問題叫做 可否配滿足的 一個經典的老問題 那它還有它的歷史的定位 更多因應 但否則後來很多 這個 這個我想像上面就是說 這類的問題 並不是說完全不能解他 就是說 你要很有效率的解他的時候 多少 我會要付出一點代價 那我們這門課後面會告訴你說 那傳統的演算法的人 他們在對付這些問題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什麼招式 那其實不是每一招 只是他們走另外一個 一個招式的 好 所以 我們 大概這門課 在前半段 開學的 頭兩個禮拜吧 反正我們大概會稍微 留下 一些大學部你們 學過的一些東西 我們也可能會用到的 像Dynamic Programming 一些圖 其實 早上 我昨天是在猶豫 就是我覺得 就是其實 好啦 我這邊應該要稍微再講一下 各位大學部學的方法 通常是蒼海中的語述 那 因為這世界上的問題太多了 算法太多了 所以 其實能讓我們帶大家 隨便看一下啦 講漢話的這個樣子 那其實 可能是我昨天上課吧 昨天上課的時候 我想說把那個 一些 四串五里對的 那個 那個 算法 想要在一個中國 跟我實驗詞的 全部講完 然後 我發現 自己講 覺得 嗯 效果蠻不好 是嗎 我問一下 我累 那個 昨天聽完你 你們記得懂嗎 我在講什麼 會 還行 還行 怎麼不會 這個 我自己是覺得蠻難的 就是說 把一個 超過三四十年的 一個 歷史 然後 那種說在一個工作 弄完其實是 太 還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 有點考慮 那 那 這塊 有些 現在的可能 會用得到 有些固定用得到 那像早些年 如果我知道 林國欽的 不然我不知道 你們現在也沒有 所以你們 去做文件的內容 但早些年 其實 啊 林國欽老師 是 啊 跟這邊有一些交集 那 他會 需要一些 非常非常快速的 那個 風包組隊的演算法 你要快速的去 知道說 其實 他們用的很廣 不是做網路安全偵測 你知道 包括各位常用的防塗軟 裡面都在做 快速的 自算比 對 關於怎麼知道 這層次是而已的 其實也沒什麼難的啊 不過就只有一個Data Base 在那裡 然後看 看我們的速度多快而已 所以他其實 用語證的 包括 醫生老師那邊都會用到 只是想說 對修了 所以我現在不是很確定 今天老師在幹嘛 所以前面 我有點考慮 加一點點內容 進來 就是 把一些 paper matching 就 我們很久也沒有 教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 昨天那個課 讓我覺得 完全 後文片就丟在那 所以 覺得有一點點 懷念 聽到四五年 沒有這樣 所以 我有點 有一點在猶豫的解釋 所以我不會再思考 那塊 TGL的那個 這個 review的內容 我這樣講 反正兩禮拜後 再決定 那當 之後 大概最主要 大家就回到 那個 NP-Country相關的 那個 的問題 那當然 沒辦法 都還是會先跟大家 再 收集一下 什麼叫做 NP-Country的定義 包括它怎麼去證明 一個問題是屬於 剛剛講的 是 比較難的那一群 那當然 到課程的 差不多 中後半段 我們就開始看到 說 怎麼去 這些這些問題 去解釋 那這邊的話 招式是 廣盪 無法想像 連我也沒辦法 全部都 涉獵 就是其實所有NP-Country的問題 都有 不同 門派的手法 去解釋 那我 就是把我 涉獵過的 也是覺得一些經典的方法拿出來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大概 這邊就佔了大概 我們知道 一半的內容 就是 各位大概 之後會 漸漸聽到一個 Washmating 阿魯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端門數據 然後後面有一些 看時間 就是 通常 應該想到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 這邊其實是屬於它的一些變形的技巧 就比較厲害 後面有時間我們在 彈一些 反正就是技巧太廣了 所以 幹時間 有時候被看不到 最後有時候不一定可以 所以這個後面就 有這種 上課的那個進度 所以大概 這門課大概 你可以感受到大概 可能 最大重點還是回到的 那P-Country的問題怎麼去 那這塊我覺得自己 VC的印象 應該是 有幾個老師應該 多少個都知道 像郭建築老師 應該有吧 有印象中他有吧 如果他沒跟你提 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能有兩三個 但我想要在最後這邊 counting一下就是說 很多人 我知道 大概大部分的 Lab跟我是差不多的 我們都已經把我應用的元素 那請問為什麼還要學演算法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有這個以後 因為這個是我們定的必修之一 最主要原因要站是這樣 好 那這個我當然理解 但 因為學生的 爸跟大學部的學生 有聊過 他們 主要是 主要是 他問我說 因為我覺得學生其實coding蠻好的 能力也蠻好的 但是 他跟我說他的數學課 都被盪得亂七八糟 就是有些你太喜歡的微積分啊 幾率啊 都被盪 但他coding這次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算是中上的程度 然後 然後 就跟我聊說 為什麼要學這些蠻好的數學 這個我想是我們每個人必經之路 我想我自己也是啊 也是啊 我在大一的時候 你為什麼叫我去修 必修物理跟微積分 哼 你現在是這麼遙遠的兩個東西 啊 但是 這個 我個人覺得那個還算遙遠 這個眼上牌還算靜一點 讓你各位可能有一點點想去 那我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真的一個頂尖的工程師啊 首先 他一定有個特質 他的邏輯一定是超嚴謹 超強的 會同意吧 那 一個真的很厲害的一個工程師 他邏輯絕對不會很模糊 就是有些 其實各位大概超過一半的人 包括自己學生啊 就是講話 其實邏輯不是很嚴謹 思慮也不是很嚴謹 那這個都會把音彈於邪寇上面 我告訴你 從一個人的講話 我可以看出他的邪寇 然後從邪寇可以反對一個人的那個大拿 那我不會覺得 算法 在這邊 你會touch到兩個東西啦 其實要演算法說 第一個 你會看到一些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這比較直觀 比如說像Signate Programming 他的精神就是 怎麼把一個大的問題 看穿它 可以有很多小問題去組成 然後慢慢的recursive 一直地 層層地解 分解它 最後就變靠結 所以這個一個 一塊 其實這塊也是邏輯 因為你要看穿一個大問題 有什麼 指問題去組成 其實也是 一個需要一個很強的一個邏輯的觀察 那更 在我們這門課裡面會touch到第二個 在大學部比較少遇到的 因為在大學部遇到的 你們大學部的演算法 大部分都會是 以欣賞剛剛我講的不同的記憶為主軸 就是剛剛我講的比如說 彈焰口 歸敏或一些圖論的技巧 但是它在證明 它一考開始的那邊 通常是簡單的 各位可以同意嗎 你們大部分學過的演算法 每次看完之後 小腦都反射出來 它的時間是linear 它還是m平方 少部分只要複雜而已 大部分都超簡單的 那在靈舊所這門課的時候 到後半段會剛好反過來 你會看到那些解決nb.comv那些技巧 那是有夠簡單的 那個叫演算法 都還說不定笑出來 但是它的證明 夠漫長 就是他們就會證明說 為什麼它那個方法很好 然後後面你會看到一些 比較數學的東西 那 歡迎這就是比較理論的 那 其實小弟多年來的經驗 我發現 數學好的人 通常邏輯不會太差 它有一點點正相關 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 在思索那些數學證明的過程 同時也在訓練你大腦的過程 這個 這個 現在很難想像 但是 我大概已經身後過幾百個學生了 所以我非常確定 這個真的有一點點正相關 也就是說 我們 大家常說數學是工程之母 這句話真的是沒有錯的 但我們 資工的領域 寫成最重要的就是邏輯的清晰 邏輯的訓練 那一塊就是 除了 透過平常的Coding訓練之外 因為Coding一定可以訓練到你 邏輯其實不斷解Bug 產生Bug 之後你就知道 做去減少輸出Bug的機會 那另外一塊就是 透過一些 理論的訓練 就是說你去吸收這些 不管是它的算法的技巧也好 或者它證明的技巧也好 其實 我個人覺得 對於你的邏輯是正相關的訓練 所以如果你是對 所以 這些東西覺得有你做的話 那我可以跟你告訴你 是真的頂尖的工程式 我沒有看到哪個邏輯弱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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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會寫扣跟頂尖的工程式 我發現我小弟有一些不同的區分 就是 在你們這一群裡面 一定有一些寫扣經驗比較多的 但經驗多有時候不一定它是厲害的 它只是經驗多 就是 這還是有差的 就是當你跟一個全新的問題的時候 去 你沒看過的問題 就像你現在研究所面臨到的 如果給你一個全新 沒有看過的問題 你的知識可能趨近於頂尖的時候 你很快速的去 浮起來 然後有邏輯的去克服 其實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考驗 好吧 所以這個算法這塊 我想 我個人的認知就是 它其實回到最終 最重要還是 一個人大腦的訓練 讓你覺得更聰明 那我們的 基本大概就這樣 都 都一年來 你吃翅膀 其中細膜占60 兩次小毛占20 兩次豪肉跟20 所以前面就已經擺了 然後後面都是加分的 就是如果你在 在我長個過程 我包問題也有回答 就可以跟助教加分 然後 如果線上 有一些 有營養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線上的討論 到底有討論區嗎 如果 有些卡庫套 你包出去 然後有 一一的回答 其實也都會 我們都會算加分 然後 在線上的討論 會稍微比較 要 我們會反觀一下 就是 不是說每個 不管連我們都一定會 都一定會 都一定會 替分 因為有些問題 如果我丟上去 那有些人為了搶答 有時候可能會挑出一些 我覺得可能是很沒有意義的 答案 或者不是對的答案的時候 我們會斟酌一下 就不會每個兵分 所以這個彩量水 還是會 還是會 空在我們的手上 所以這個大概 我們歷念來都是這樣 然後 大概 下一代開始的話 我們就 會到 用那個 鏡子上去 然後這個 我又製造一個 永久的龍子腸 所以大概 也放在那個 EFOX圖上面 所以 從下一代開始 我們都可以用那個 我們都可以用那個 視訊的方式去上課 然後去年 去 不然現在青年 抱歉 我忘記了 那個 上學期 曾經做了一個嘗試 不過剛好有兩個 大學復的來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不會請你們告訴我 因為我到後來 我覺得很無聊 他好像只有一個人在講話 他其他人都在開著 那還躺在床上睡覺 我覺得有點孤單 所以我後來就忍不住 想說你們開鏡門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們對這件事情的感受 你們有印象嗎 那時候我就隨便 就一個人 他打不出來 我就想要開鏡 你看 你們完全沒有 欸 你們不是上我的 你們完全忘了 蛤 蛤 蛤 所以你們一定要放棄 蛤 蛤 我現在發生持續有點亂 啊 對齁 所以你們是前年的大惡 對現在大死 你這樣講 對嗎 OK 好吧 所以前年那個時候 我沒有持續 蛤 這樣沒有 好 我的經驗沒有辦法超過100 所以這邊沒有 上學期 修我大學復的課 總之 為了 讓大家 陪我有蒼蠅感 所以 我會再想一些 但是我只是預告說 上個學期 我覺得實在是太 無聊了 最後我的助教 答不出來了 我就想要太清楚 如果不開 就扣分 就這樣 所以當然這個時候會有些奇怪的事情 出現 就是 要嘛你找一個好地方 可以讓你拆進 或 要嘛把你房間整理乾淨 但是我蠻喜歡的一件事情 因為 今年因為 後面那間關鍵 我們整個學校 要學生都回到自己家 想 所以我瞬間做了一趟環房 蠻好的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住在七星的女生 我好久沒去七星吃海產 她真的很認真的 有一個人帶她手機去 去拍 去拍攝 走一走 我覺得人也蠻好的 但是 現在各位已經慢慢回到正常 所以都坐在你們那個 那個宿舍裡面 所以就沒什麼好看的 但總之 也可以參觀你的房間 就是 大概是這樣 就是希望大家 至少要回到 就是 反正應該說 我想不到什麼好方法 可能有時候打一個欠帳 小管 可是我個人不是很喜歡考試 我必須說 我並不認為到研究所 這個微博 才用考試來定義的能力 這是一個 邏輯有問題的 方式 因為我們口試 根本沒有在關於分數幾分 所以其實 比較希望 大家可以 從這些問題 或者是 這些方法裡面 去獲得一些東西 但總之 我就是打算 這麼做 所以 大概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互動 如果說 各位沒有特別的意見的話 有嗎 有人反對的意見嗎 因為我還是 比分說 如果你 答不出來的話 你就要開箱 參觀一下你的房間 或者是你住的環境 whatever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吧 那就 今天我們大概到這邊 所以大概 就 下禮拜我們做一些 現場 謝謝 謝謝 警告 加大 我 我想問他 那個 它 那個 應該我們照管理都是 連續一次上完 連續一次上完 會 應該 離非一定要 我們在那個時間撤去到一局,然後加到十半 我們其實一到翻臉都是一局,一次上到十半 小跑六分,其實它是兩周 小跑還有四月了 沒有,兩周一次上四周 因為這次現在已經回復正常,所以期中期末會延伸 所以我們可以回到期中期末 小跑的話大概上半前,就是期中前或期末前會有一次小跑 那那次大概就是現在 這樣OK吧 大概是兩周 兩周大趟,兩周 誒,我怎麼發現它錄影都要穿著,超快